羊水破了多久时间内是安全的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临床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出现泼水 就来就诊的急诊的这些病人 病人也和家属都非常的紧张 就是预示着这个可能马上呢 这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那这个羊水破了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要分很多种情况 如果呢这个孕期胎龄已经足月了 我们说37周以上了 出现了临产以后 就是先有腐痛公缩情况 再出现的这个破水 我们认为呢它是临产的一个表现 是由公缩诱导的 这个公缩的这个缩腹作用 迁拉这个子龙下段延长 使这个羊膜囊附着的地方张力越来越大 可能呢它就发现 发生了一个这个胎膜的破裂 我们就称为这个破水情况 那患者呢就可需要立即住院啊 就是等待这个分娩 那如果呢这个患者没有公缩 先出现了破水 我们认为这个就叫做胎膜早破 公缩之前的羊水破裂 就叫做胎膜早破 胎膜早破的情况呢 也是分很多种的 我们说这个破水 多久以后是安全的呢 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 它要根据这个患者自身的情况 患者的这个产科检查 胎儿的大小 羊水流出的量 以及羊水的性状 胎儿的胎心情况等等 很多因素来决定 是不是安全的 我们来说呢 一般破水后呢 它很快呢就会出现这个临产的一个表现了 如果呢胎儿胎心异常 羊水呢没有污染等等的表现 我们认为呢短期内的观察是可以的 但是呢也要尽快的 就是发动这个分娩来终止妊娠 那破水以后呢 一定就要进行抛工产吗 那都不是一定的 如果这个胎儿已经足月了 产妇的这个宫颈条件呀 因到状况比较好 我们可以鼓励它尽量的试产 当然呢在这个破水两小时后 我们可能需要呢预防应用一些抗感染药物 并且呢在破水12小时左右就要 如果它还没有完全临产 可能需要用外用的一些缩公素等药物来诱导这个公缩 使它尽快的分娩 但是如果呢 这个胎儿不足月 我们说经常37周之前 甚至于不足34周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破水呢就是一个早产的迹象了 我们称为难免早产 那就要综合评估产妇和胎儿的情况了 看是否呢 适合呢进行一个期待治疗 延长运轴 这个呢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患者呢就需要住院治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